建造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同样也透过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有影响的 是一个有健康 有力量 能够被神蒙福的一个家庭 我们知道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家庭呢 就是要对这个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一个国家所带来美好的影响 因为神在我们当中 我看见许多基督徒的家里面 有一个核心价值 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上帝是他们一家之主 当上帝是他们一家之主的时候 他们知道许多的难处 许多的问题 我们有上帝的力量帮助我们 使我们可以透过自己 能够经历这一切的恩典 我们也能够祝福他人 因为上帝的恩惠 祂的慈爱建立我们 所以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得刚强 Hallelujah 我们谢谢刚刚的小朋友 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家庭 里面有不同的成员 我们有老少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呈现了天国的样式 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头 我们不断的互相的勉励 不断的互相的造就 使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可以来实现上帝国度的荣美 使世人能够有羡慕 让我们一起来翻开神的话语 我们在旧约最后一节 马阿基书 旧约最后一句话 马阿基书第四章 第五第六节 马阿基书第四章第五第六节 我们念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 遍遍遍 第六节 我们再念一次 来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遍遍 就是那大而可慰的日子 在神的恩典灵造之前 上帝会拆开他的使者 他使者的使命是什么 使父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归向父亲 那么也就是 在那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父亲的心是离开儿女 儿女的心是离开父亲的 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 当儿女的心没有在父亲身上 儿女的心离开父亲 那我们称作叫做孤儿 当父亲的心没有儿女的时候 也不叫做父亲了 是吗 父亲什么时候成为父亲 就是当有孩子的时候 他才算是父亲 同意吗 没有孩子怎么算是父亲 所以有孩子的时候成为父亲 那孩子的心如果没有孤没有母的话 他是讲的一个态度 他讲的是一种心理的景况 那么他是一个孤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宾朋友 我在讲的并不是说 我们当中可能有的父亲已经不在身边 或者从小可能这个家庭 有着不一样的一个历史的缘故 造成我们可能有的人没有父亲 有的人没有母亲 但是他仍然活出一个很尊贵 活出一个似乎有父母一样来造就他 使他仍然很自信很满足的 他不像孤儿可是有的是生在一个 似乎是都很齐全的家里面 可是他带着一个孤儿的脸 我们讲的是一种心情的一种景况 身为父亲的也是如此 有的可能在这个时代 有着很多不同家庭的一个景况 还要难处 有的可能是在担心当中 有的人可能在失分的一个景况 可是当他对于人没有那样的一个责任 不能活出那样的榜样没有那样的关怀的时候 他就不是父亲 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膝下屋子 他能够对他人来产生一个美好的影响力 对那些需要的年轻人他有所照顾 能够对他们有所鼓励帮助的话 那他仍然有一个回复的心 同意吗 原来这个大额可谓的日子上位来之前 也就是上帝 天火还没有来到之前 这个世界来到最末了之前 上帝会拆拍他的使者 责任工作是什么 使人的心归向父上帝 使父归向人 当然他在这个原文来讲 其实这个父亲是多数的 他比较多是应用在我们人跟人之间 亲子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 所以在大额可谓之日来到之前 我们要重建我们这个家庭 当神来之前 给我们恩典最后末了之前 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来恢复我们家庭的关系 阿们吗 你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而不是我个人就好 我追求主 我一个人可以得救 哇感谢主 但是上帝的心意 是使我们那个家庭 可以在和睦之中 使我们这个全家 能够被神来登上 所以 虽然 在我们当中 有许多人 你可以说 在这个教会 你是一个单亲的父亲 我意思是说 这个教会 就在这样的一个信仰 你是一个单亲的母亲 是吗 就是说我们不是全家 在主的恩典之中 还没有在这个上帝 所建立一个属灵的 活动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称作这样子 也似乎是一个属灵的单亲家庭 是吗 但是我们要祷告 求主来重建我们的关心 在那大儿可畏来之前 我们可以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归向父亲 当儿女的心没有在父亲的身上的时候 即使有父母 即使有母 她形同孤儿 孤单 委屈 不安 心里面不舒服 气氛自私 比较心理 这些都是孤儿的心态 称作是孤儿的理由 有时候我们在双方父母都情权的家庭 可是孩子有时候是活在一个孤儿的灵之中 有时候我们很像看似我们来敬拜上帝 我们有着很好的一个信仰的表现 可是我们内心仍然有什么 有孤单 有委屈 有不安 有不舒服 有气氛 有自私 有比较心理 这个就是仍然活在一个孤儿的灵之中 为什么我们会比较心理 因为我们看人 我们觉得人家为什么有我没有 比较哪一个比较厉害 为什么我们会看这些 因为我们没有从父那里得到安全感 没有从父那里得到足够的肯定接纳 所以我们区域会比较 然后我们会有自己想要自私 就是想要拥有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晓得在父那里什么都有 恐怕父不会为我着想 我只好为自己着想 所以我得要怎么样 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去得着我所拥有的 这是乎我的理由 当你可能被人家占便宜 或是说你有吃亏上当 或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言语上不是误会 为什么伤害那么大 因为我要想用自己办法来得着我的自尊 我要保护自我 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没有从父那里得到足够的接纳 足够的爱而肯定 我们没有在父那里得到看到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自己想办法自求生存 那我不为自己着想 谁替我为我着想 是吗 即或是我们在有受过教育 或者是说在宗教的一个修炼之中 仍然有可能 那乌尔的灵 在许多的状况之下会孤独出来 平常没事的话 大家都发现不出自己的一个情况 但是 很多时候上帝容许一些误解临到我们身上 一些伤害临到我们身上 一些不公平 一些委屈临到我们身上 为了要什么 为了是要让我们有自觉 我在没有安全感之中 为什么我们那么受伤 我为什么那么不平 那么什么感觉委屈 因为我在上帝那里没有得着 那确实保证 因为我不知道说在附加 所有的都是我的 我也不确定说 我的身份在上帝那里的定位 所以当我不被尊重的时候 我还受不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思考常常会想 别人为什么这样对我 但是上帝要我们想 原来自己还在孤儿的状况当中 上帝不要我们成为孤儿 祂要为我们的父母 我们称祂为子女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我们在主里面没有一个孤儿 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人心里在不平衡的状况 以至于我们的心里没有一个人是在委屈的伤害之中 然而这个父母已经成为我们的父母 上帝所拥有的一切 丰富已经祝福了你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比较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受伤的 我们在主里面成为有新的身份 所以当我们如果感受威胁 或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喜欢批邻论断定罪灭人 或是自以为一 怀恨沮丧 这是孤儿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更有榜样的父亲 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像不错 我们拿自己的强项跟人家的弱像比 了解吗 这就是自以为一 如果有好的父亲作为模范 作为榜样的话 原来我该许的还很多对吗 还很多东西该加强的 比起我的父亲 我实在是害怕得远 还要努力 所以我人是谦卑的 然后是包容别人 是接纳 当我们有孤儿的灵的时候 所带出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容易怀疑别人 然后有防御心灵 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现象 容易找人毛病 排斥别人 不满别人 也不满自己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得到上帝的一个悦纳 我们不了解上帝是不是对我们满意 所以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然后自己想办法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独立的灵 有没有办法 有 他会有一些办法 但是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估计的灵 会自己需求办法 如果我要一部摩托车 我老爸不给我钱 有没有办法 有 办信用卡 我用地下钱庄 跟人借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投资理财或是在购买一些物品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能力跟着我们应该拥有的东西 有时候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 但是商店不给我经济的状况 我可不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不管是一栋房子 一部汽车 一艘游艇 我为什么可以得到 我只要分期付嘛 我只要去贷款就OK了嘛 当我们不需要我们那遮盖或是长辈或是在商掌权的 我们不需要他同意 我还是有办法 这个一种独立的就发生了 那我在观察的许多时候 不管是我们的个人或是教会甚至机构 我们是带着一个独立的灵 也就是我这个机构 不需要依靠你这个机构 我一样能够生存的时候 这个有独立的灵的现象 上帝是要我们和睦同居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要在别人的软弱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可是可以 我们可以独立生存的 那这样子一个独立的灵 似乎可以解决问题 他可以得到他要的 慢慢形成的什么 是一种分散 是一种寻求自己方法 来解决自己问题的 我们不会回到父亲那里 来祈求他的帮助 我们没有在他的一个安全的遮盖之中 我们看似似乎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 可是就在那当中 给撒旦留有地步来引诱我们 使我们渐行渐远 就很像罗德离开 亚伯拉罕一般 我说我们会想要 我们会不知不觉会伤害对方 或是我们会消极负面 这个都是一个孤儿的灵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保护自己 另外一办法就是攻击对方 所以会伤害别人的人 往往自己也曾经受伤 当我们有足够的直觉的时候 当我们要在上帝那边得到更大的保证 有安全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释放 就不是那么在意 不是那么紧张 不是那么敏感 说人家怎么样对我 还是只要上帝悦闹我 哇我就快乐是神仙了 只要上帝悦闹我 还有什么能够使我跟上帝的爱隔绝呢 你会活出了一种是安全感的 It's very calm 就是很稳定的 你了解 而且是一个很理性 而且很有智慧去看待事情 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而不是一个孤儿 即或是我们真身的父亲 或许有些人 在一些不是那么顺遂的家庭长大 但上帝仍然不要你成为孤儿 你可以脱离那样的一个情况 神要满足你 使你心里有平静 上帝要让你知道 他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 不是因为你考试做好成绩 或者说你赚钱 或者是你的地位 或者是说你做了好多好的事情 大家掌声鼓励你 不是 而上帝定睛看见你 如同他眼中的疼忍 他在乎你 他爱你 他接纳 就如同耶稣所说让子的比喻 当这个让子归来说 我不可以做你的儿子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 可是这个父亲都是他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 就永远是我的儿子 当我们有那样的一个保证 我们有那样的一个被接纳的感觉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不需要自我太过防卫 因为主 所深渊在我 故而的灵 会把一个人变成个怪物 我们就自知 都不觉得自己怪物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已经活在这样的习惯里头 所以这些你会看见在社会的新闻里头 我们经常看见到的 任何一个景况呢 很多的这样子让我们得伤害 或是感觉到这个 怎么世界上有这种人的时候 你会了解 这就是魔鬼撒旦在忍心中 慢慢建造木耳的灵 他没有引不进去吗 手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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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上帝选中 雅伯的 献祭 不选中甲殒仪的献祭 而甲殒会泣到最后 把他的 亲兄弟给杀了 这个有时我们会觉得很难解 为什么上帝只选招 央央央 recipes 而不是盖引的献祭 这背后里面有一个精神 当然亚伯是杀羊 盖引是奉献那些农产品 而羊能够预表耶稣的救恩 上帝并不是 从这件事情上 是针对人 不是针对事 当面对事的时候呢 这个盖引就对毫无作理 当盖引就觉得 你不悦那我所献的祭 就等于不怨纳我这个人 那么他就有一个孤儿的灵 他就会非常的生气 愤怒不能接受 比较心灵 那样子的一个比较 会造成 惹来杀身之祸 雅各他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是 老二他哥哥 伊嫂才是老大 我要得到老大的名分 我要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要怎么得到 用自己的办法 我无法等候上帝的开路 我们没有 我们忍不住 我们沉不住气 等候有一位父 他要实现 对我们公平的祝福 所以雅各呢 他用欺骗的方法 不但欺骗他的哥哥 也欺骗他的父亲 这是一个孤儿的灵 但如果你有父亲的一个冤纳的话 你不会用自己的小聪明 用欺骗的手法 用自私的手法来得者 孤儿的灵 让十位哥哥来出卖约瑟 比较 为什么父亲只有给月色有彩衣 为什么父亲单单爱他 反护他 所以显然哥哥呢 他们感受不到这个父亲 在他们心中呢 就是得要用自己的办法 所以当他们气氛到一个地步 把月色出卖 昧着良心 他们心中没有父亲 所以是一个孤儿 这十个哥哥是个孤儿 扫罗看见大卫的一个心情 听到人家说 扫罗杀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屡教心灵 他觉得上帝的祝福已不在 他心中无负 所以想办法要把大卫给除掉 这样一个态度 那么大卫自己也面临到 因为自己也曾经做错事情 谋杀了别人 犯了建议 然后当他的一个儿子 叫做安安嫩 喜欢上他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女孩 就是他妈 这个安嫩呢 就用不把手段欺骗了他妈 然后欺负了他 然后又把他赶出去 这事情让他们非常的难过 回去之后 他的同父同母 就是他亲兄弟 亚沙龙 知道这样的事情 怀恨在心 英雄报仇 三年不完 所以在三年之内 两年 亚沙龙 他计划了两年 到时候成熟的时候 他的那个羊毛绵羊 在剪毛 也要丰收的时候 他就邀请他的爸爸 还有邀请他的兄弟姐妹 一起来庆祝 我来招待你们 款待你们 结果这个大卫就说 洗地买买买 比较适 不要办大百宴席 然后我不去 我不去 对不对 现在呢 那个经济不景气 对不对 区位又开始要减薪 还是不要大百宴席 所以呢 这个大卫呢 就没去了 为什么没去 因为他心里知道 他亏欠了亚沙龙 因为他没有处理 这个暗论 强暴了 这个卡玛这件事情 让亚沙龙呢 一直挂心在 挂疾在心 那这样一去的时候 有点挺尴尬 那干脆不要去 不要去的情况之下 这个亚沙龙呢 他心中就有形成了 什么 乌尔的灵 父亲不能为我出现 主张正义 所以我自己想办法 所以经过两年的计划 结果这些兄弟姐妹来的时候 亚沙龙就回来 当暗论在酒足犯法的时候 我就把他做掉 我就杀掉 哇 这个事情呢 大家兄弟姐妹看到这个事情 也下了半死 就赶快逃跑 以至于亚沙龙 接下来 三年的时间 没有报回到燕山 无父的心 乌尔的灵 亚沙龙三年见不到他的父亲 大卫有一个将军 他知道这个大卫很怀念他的儿子 他就鼓励他 或者是用比喻提醒他 你应该让亚沙龙回来吗 好歹一个年轻人 对不对 离开家里都已经五年了 结果大卫真的也 好歹叫他回来 约亚就很高兴 就叫亚沙龙回来 回来耶路撒尼 可是一回来的时候呢 没想到这个父亲很惊 你知道吗 死丫子嘴硬 所以我们男士 这个地方 真的是要检讨一下 大卫就很惊 叫他回家住 不要来见我 不要来见我 一个年轻人的心 他多么盼望能够与他父亲和好 他多么盼望能够见到他父亲 再一次能够接纳他 好不容易 他提到这个消息 我可以回来啦 他可能浩浩荡荡荡的 很高兴很开心 就回到这个宫殿 结果竟然叫他回去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就接下有两年 前后就隔了七年 没见到这个父亲 就没想到在这一段过程里头 这个 这个儿子 亚撒龙 他就开始密谋造反 最后到大卫差一点都被他儿子给杀了 所以你会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孤儿的灵 所造成我们人生整个的一个造化 是多么的影响 那样子的一个孤儿的灵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心中没有父 没有天父 没有那样的一个安全感 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保证 没有那样的榜样 以至于我们要自求生存 当我们自求生存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的一个一个现象就跑出来了 那似乎很像都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都带有后悔症的 这就是一个孤儿的灵所造成的 约拿丹的儿子 你非过色 就是约拿丹跟少罗都在战场上都死了 大卫呢 就很怀念他们 就记得说曾经答应约拿丹 说你的后应 就是我们两个都在打仗嘛 如果说我死了 那我的家人你要照顾 你死了你的家人我照顾 所以大卫就想起他们曾经有这样的约定 那么就问拿丹说 那个约拿丹或少罗家 有没有活口留下来 有有有 这就有一个在罗里巴的地方 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米菲波社 他是一个伯角的 他是少罗的后应 就是约拿丹的儿子 他伯角从小因为逃难的关系 就跌断了腿 大卫就找他 找他来问说你是米菲波社吗 然后米菲波社他就在大卫面前 他说我在我主人面前 我是一条死狗 我是一条死狗 就是一个自卑到一个地步 就妄自匪托 这是孤儿的灵 就像那个比喻浪子灰头 比喻浪子在那边吃这些 租了死狗的时候 一样 我不配称为我父亲的儿子 所以这个儿子 当他回去的时候 他跟父亲讲说求你收留 我就像收留奴隶仆碑这样子一样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儿子回到家来 仍然是带着孤儿的灵 他不是带着孤儿的态度 他不是带着孤儿的态度回家 而他的大哥也是一样 他的大哥跟他计较 就跟爸爸讲说 我在这边服饰了一段 好几年了 我也没有怎么样做什么坏事 那我该该做的都做了 竟然你没有为我杀爱之牛 孤儿的你 他不知道父亲怎么样来悦纳他 彼得为什么要拿刀砍伤这个撒祭师他的仆人 马赫福德罗 为了保护耶稣 为什么他拿刀来保护耶稣 因为他忘记了有上帝会保护耶稣 所以信上帝 还不如信我这把刀 刀砍伤 比较实在 了解吗 孤儿的态度随时都会曝露出来 当我们在埋怨 在孤单 在无助 在受伤受委屈 在华语的时候 那是孤儿的态度的一个呈现 上帝不要我们做孤儿 他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他要成为我们的父 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儿 我们应当都在这样的一个安全保存范围 彼得 在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他就干脆否认耶稣 这样比较安全 对吗 所以我们为了要生存 在那样的一个timing里头 就显出我们是一个孤儿 孤儿的灵 也让犹太人定死耶稣 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所派来的 我们要用自己的办法 再另外新其位以赛 所以应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来到 在保罗 却免提摩太 他这样说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的事 灯爱钱财 自夸 狂傲 放肚 违背父母 有敬虔的外貌是为了要生存 被人敬虔的食欲 因为他自己内在是存在一种孤儿的灵 所以他的敬虔并不是真心的 而是一个表现 这是一个孤儿所会表现出来的 所以这等人怎么样 你们要躲开 那这等人不是就没救了吗 那我们都躲开的话 他们就没救 他意思是说 这等人我们不要受影响 不要跟他们一起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有一样的价值 一样的兴趣 一样的谈论 不是 我们不要受影响 如果你可以建造他 你可以传福音给他 你要改变他影响他是OK 但是我们不要受影响 所以这等人你要躲开的意思 并不是说 这样的去死断 不要理他 不是 而是指着我们不要受这样的一个影响 使我们也变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 子女的心没有回归 没有回归天父呢 因为 有可能 这个父亲没有做榜样 缺席 所以我刚刚讲的大卫 大卫 该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出现 该关心的时候 他没有提供给亚撒龙关心 他缺席 他没有做好榜样 他自己也谋杀 他自己也犯错 所以没有办法为子女来设下榜样 在 因为儿女不了解为父的心 有时候 孩子的问题 不一定都是 父母亲造成的 所以有一个父亲 一个爱酗酒的父亲 他有两个孩子 长大了以后 一个孩子酗酒 一个孩子不酗酒 不喝酒 人家就问说 问说那个酗酒的孩子说 为什么你要酗酒啊 我爸爸都酗酒了 我有办法解 我有办法拒绝吗 对不对 我爸爸做的不好榜样 我有办法来改变吗 那人家就问那个 另外老二说 你爸爸酗酒 你怎么没有酗酒 我爸爸酗酒成这个样子 那我再跟他一样喝 那我不是完蛋了 了解吗 所以 我们有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一种见解 不同的理由 借口 所以有时候 就像耶稣所说的 那个让子回头 那个父亲 有一个儿子 却要了他的财产 去挥霍 有时候不一定 是父母亲的问题 有时候是子女 不懂事 所以 我们在这里 有许多父母亲 我们自己在检讨 我们自己在成长 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 教育孩子的一个 一个办法 但同时 欢迎你 该做都做了 该努力都努力了 尚且有一些的状况 还不是你能够改变的 你也不要太过指责 你仰望在主了点之中 那因为诱惑取代了父亲 只有太多的诱惑 诱惑我们的青少年 让他们去学 让他们去花时间 使到父亲要跟孩子在一起也没有时间 所以有些 所以有些 有些时候 父亲太忙 缺席 有时候是孩子太忙 在网路上 在玩乐上 在他的朋友当中 所以他们没有心归向 归向上帝 不要爱世界 而世界上是 人若爱世界 怎么样 我们一起念 爱困的心 诱惑在他的眼里 许多的诱惑 造成我们变成孤儿的灵 使我们 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父亲 有一个父亲呢 最代表性格就是 有一个父亲呢 他每次很忙 但他回到家里面很累 他就看报纸 他的孩子呢 很少看见他的面 那孩子回来的话 一看到他呢 就在那边看报纸 刚有一天晚上 孩子已经睡觉了 那父亲下班回来 就到他的房间 去看他 但孩子呢 还没有完全睡着 就感觉有人进来 然后睁开眼 你看他那时候 哇 那个孩子吓到 你知道吗 怎么有陌生人闯进来 因为安安的 怎么有陌生人闯进来 一直在那边叫叫叫 妈妈 救命啊救命啊 哇 那个爸爸呢 被他这样叫也吓到了 我是不是跑错房间了 没有啊 他说为什么孩子 看到我这段教练 赶快旁边的一个报纸拿来 就遮住自己 然后呢 孩子看到 拿着报纸的那个爸爸 啊 这是爸爸 抱歉 因为他所印象里头 他的爸爸那个样子 就是看报纸的样子 只有那个样子 他才感觉 这是熟悉的爸爸 这是一个很广直的 所以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的方面 值得我们再去讲 再去学习 维护的责任 第一个 以身作者 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 我爸爸是我 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 所以他以身作者 他在健康的椅子上 他去拜访 他两餐之间 绝不吃东西 只有喝白开水 不简单 他是吃醋的方面 就是我的以身作者 他半后摆步走的是我的 真的是我的榜样 他在很多方面 我有我的榜样 在他的信仰的部分 还有很多 都是我的榜样 我们维护了呢 对孩子的子女 我们所说的话 应当适当的话 在一部所说 第6章4点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OK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之气 所以我们呢 不要惹儿女的气 在讲话当中 我们不要用愤怒的人 来表达 那么 不住的祷告 耐心的等候 我父亲 经常是为我祷告 所以我小时候祷告 年轻的时候 他为我祷告 他为我当兵的时候 能够做安息天祷告 那我佩伍了以后 他为我能够找对象 来成立家庭 婚姻来祷告 等到我有婚姻了以后 他为我这个 有孩子来祷告 等到我有孩子了以后 他又为这个孙子的这个 能够好好学乖 有一个敬虔的心来祷告 他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父亲 所以我们为我的子女 我们要补出的祷告 还有耐心的等候 所以耶稣说呢 于是 起来 这个儿子起来 他往他父亲那里去 江历甚远 他的父亲看见了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离他亲嘴 所以父亲是在等待 等待这个儿女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做了 还没有很大的改善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很大 你知道科学家就在怀疑 在想象说很好奇啊 他说什么 会让一个年轻毛毛照照 这个事情 那个就是很像办事不老的 那样子一个年轻人 怎么变成一个父亲的 是谁教他的 有一句话说 当我 有 我开始 我当我成为父亲的时候 我才开始学习 怎么做父亲 对不对 那这句话在科学上怎么理解的 他们就研究 你看这个 男人是如何有个维护的心 他们就看见这个企鹅 这个企鹅呢 这个企鹅妈妈生了蛋以后 谁来伏 企鹅爸爸 公的企鹅 在那边伏要伏多久 伏两个月 这两个月他都不能动 他不能吃 他就两个月在那边 他就消耗自己的脂肪 去伏那个蛋 公的伏蛋 怎么会不是母的呢 很奇怪 是公的 那么伏仁鹅就站在那边 他把这个皮下脂肪 盖住那个蛋 所以有一点 鮪鱼肚 也是很重要的 他把那个蛋盖住 温暖传递 然后把那个蛋 放在两脚上面 因为下面就是冰块 他放在脚上面 然后肚子盖著 这边占多久 占两个月 差不多六十五 谁到六十五七天 那你寒风刺骨的时候 怎么办 大家互相取暖 几个这个爸爸们 带着蛋 大家靠近靠近 回整个月圈 挤一起这样子 他这样子 哇 这边寒冷啊 那妈妈跑去哪里 妈妈 去开心去 Happy去啦 去那边台里面 游泳吃东西 只有爸爸在那边 奇怪 怎么能够做到的 科学家就研究了一些动物 他们在一个动物身上 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这个动物呢 就是一个草原田鼠 草原田鼠 它这个草原田鼠 是动物当中非常少 是一夫一妻子的 动物大部分都不是一夫一妻子 对不对 像包括企鹅啦 还有鸳鸯根本不是 那草原田鼠是一夫一妻子 那么在草原田鼠 他旁边那座山呢 有山上的田鼠 山上的田鼠跟草原田鼠 几乎都一模一样 可是有一个地方 生活现在非常不一样 草原田鼠是一夫一妻子 山上的田鼠呢 完全乱七八糟 今天我可以跟这样子 这个人 Happy一下 这边一夜情 迷天 那到底都是田鼠 为什么有这个不同 他们就发现 草原田鼠呢 公的哦 里面有这个东西 叫什么 叫Ostosin 催产素 催生素 这边冲上 顾名思义 他做什么用的 这个是 这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他催生的一个 他会影响那个肌肉 然后让孩子生下去 还有妈妈在喂奶的时候 让那个乳汁可以分泌的 那叫这个叫催生素 催产激素 那么这在大脑的 这脑下垂体 后方会分泌 那只要两个条件 同在就是 Ostosin 它这个有分泌 跟旁边的 有受体的细胞 还有受体的神经细胞 这两个这样子 就有发挥作用 使一个母亲 会照顾小孩子 原来 问题就是这样 也就是一个男人 成为一个丈夫 一个男人 成为一个父亲 很重要就是 我们脑下垂体 有分泌 这种催生素 那科学家 就把这个草原田鼠 里面的那个催生素 拿掉 哦 跟山原田鼠一样 互买来 今才互买来 刚才跟谁在一起 现在回来 不知道人 原来 我们的 互相的一个信任 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彼此 那种的 心可以互相的连结 是上帝已经设计在 我们的大脑 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分泌等头 多么一个奇妙 所以科学家呢 他们就这样一个实验 这是他们大脑的结构 就跳过去 那么 一个教授 这个 Fernest 他做这个实验 把那个催散素 用那个喷雾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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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让这个200多个学生 做这个实验 有一半的人喷这个喷雾 有另外一半的人喷 那个只是一个安慰剂 就是假的 然后给他们一笔钱 去给人投资 说 你可以把这个钱 投资给他所帮忙 帮忙你做一些投资 所以有喷那个催生素的人呢 他投资呢 是非常信任对方的 是非常愿意配合对方的 所以他的一个比例都非常高 那个没有催生激素的人 怎么样 他会信任别人的比例非常低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以后 上教堂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喷一下 所以牧师讲的时候 大家就会 阿妹 哈利路亚 是这样子 也不是啦 但是呢 科学家真的是发现到 原来我们彼此的信任感 还有责任感 让一个男人会变成父亲 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分泌 这不是你造成的 这个不是因为谁为我们造成的 乃是上帝 在人的大脑里头 已经仿制那奇妙的 真的上帝愿意做这个事情 上帝愿意帮助我们 使我们对父成为一个父亲 成为好父亲 有这样一个责任 上帝愿意帮助我们 成为人的子女 上帝愿意帮助我们 成为人的丈夫 成为人的妻子 上帝愿意帮助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 从地方聚集你们 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就是从各样的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诱惑 怎么样的一个离经叛道 或者是已经离开这个家庭 离开他心意 但是你们要归回 这里说归回 我要用水来 撒在你们身上 这个水 就是什么 催生素的这个 噴溢 那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误会 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点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子之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上帝 上帝乐意去掉我们的食心 使我们一个肉心 主耶稣说那大儿可畏的日子 尚未来到之前 我会派我的使者 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使儿女的心归向父亲 今天早上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期的时候 我们要纪念上帝 设立我们为父的一个责任 所以待会我要邀请 我们当中 我们每位父亲 不管你孩子是不是还在你的身边 不管你生长在怎么样一个家庭里头 那我待会呢 我们在诗歌的里头 我要邀请 我们要求上帝 换掉我们的心 使我们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女心可以归向父亲 那大儿可畏的日子才有可能来到 我们在这样一个诗歌的里头 我们待会我们要邀请 那我们请牧者 牧者我们也请牧者们 可以到前面来 为着我们的父亲 来做特别祝福的祷告 我们一对一的 为他们来求上帝的灵 能够领导他们 使他们的生命 在为父的心里头得以成全 天父要对我们说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 我永远不变我爱你 永远不变我爱你 我在生命 别乱相遇 无情何必 但我在一起 永远我是爱子 永远我是爱子 永远五天光明 感受圣灵 天然降临 父亲的灵 怕灯在我心里 在这个时刻我要邀请三位父亲的 你愿意足 得灵灵到你 使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所祝福 使你的心可以归向儿女 使儿女的心可以归向你 我邀请你站立 离开你的座位到前面来 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景况里头 我们也邀请牧泽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也请游牧师可以到前面来 来为你们来做各节祝福的祷告 就在这个父亲节 天父上帝要成为我们的父母 我们要成为祂的子民 我们愿意付了你 领导我们 身为父亲的我邀请你 可以以愿意上帝的祝福 领导你的话 到前面我们求牧者 我们开始可以来祝使您 为你来做祝福 为你来按锁来祷告 我们就求上帝 透过今天的这样一个祷告 大大的恩贷 祝你得到祝福 祝福 永远你是不满 永远不满 永远不满 爱你 我在生命 别人家里 不幸的便 在生命 我应该是不满 你 别人家里 我应该是不满 我应该是不满 心里 不满 你 抱著你的歌詞 抱著你的歌詞 抱著我的歌詞 抱著我的歌詞 我寡人晚餐 作的鈴鐺在我們當中 因為我們知道 卡拉爾可謂的日子即將來 曾說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會在主裡面 我们都是为父为母 也为人的子女 从此上帝顺利这个家庭 他使我们这个家庭 传对天后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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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传对貌 我们每一个人 都 Type Inf합니다 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 在孤單當中長大 一些人 在一個父親